哎呀 这是我们最小的幸福心愿 持有人了吧 四伟老师 你应该抱着他上场 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说造句 有福建 怪不得有福建口印 来 工作人员把那个凳子拿上来 我们俩 我们也俩坐着聊 接下来你们苦思冥想的答案 有作用了 你想不想知道 他们四个人 最牛的地方是在哪 我也不知道 你想不想知道 我不想知道 你到这来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打场子的 行吧 我想知道 可以了吧 来潮汐 说说 你最牛的本领是什么 我这辈子最牛的事情 我有俩女儿 那我的最牛的 肯定是我的职业了 就是做医生做手术 做手术 一天做100台手术 西哥抢了我的词 其实我说我 我能生拉 能生拉 那是所有女人的本领 对 但是如果是说小时候的话 其实我小时候 像她这么大的时候 挺喜欢背诗的 她背的少 我背的多 那不行 那吹牛谁不会吹 我也会吹呢 我又 五百 我这六百多手 你才六百多手 我还小时候就六百多手了 那我们试一试好不好 你抽我会的股市吧 我才不抽你会的 那我肯定抽你不会的 我当然不会了 如果输了弹脑门 来来来 把书拿上来 我这样 我念一句 你要念出下面那句 或者我们念下面那句 你要说出上面那句 每个人考三首 你准备好了啊 大漠沙如雪 沙月是沟 哎呦 他还知道烟山呢 来手男人 这首诗的名字叫少年型 骑马高楼 垂柳边 前面一句是什么 都没了 前面一句都没了 有 加河一提味君 你不是不知道的吗 我记得 接下来我考另外一本 哎呀 我考他一首文章吧 好吧 不要 这里没文 三字经里面的原文 好吧 四百载 后面一句是什么 四百载 接下射 那前面那句是什么 四百载后面是千下射 前面一句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前面叫加 加天下 加天下 你回答对了两题半 好吧 就向我们考考他好不好 好 挑容易一点 来吧来吧 日一三进 来来来来 很简单很简单啊 处处文体鸟 后面那句 他不会说 越来说 答对了 一个答对了 越来说 他答对了 他答对了 这个稍微难一点 青州已过万重山的前面一句 这算容易吧 青州已过万重山的前面一句 两二元生提不住 两二元生提不住 是哪个人 经过提示以后终于是答对了 为你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姑苏城外寒山寺 叶万终生道客船 他答对了他三题都答对了 你输了 他是说他自己的事我就不说了 再加试一题好不好 好 来你来挑 你好他 你挑一个 好 你挑一个啊 你看 提去年定什么 人面桃花相应红 答对了 我再挑一个 加试一题就可以了 接下来由他挑一首你来回答 我说你刚才我记错的吧 姑苏圆影必空尽 唯剑茶家天体流 棒棒的 哎棒棒的 哎呀打平手打平手 打平手 行行行行 真的很棒 而且他脑子很清晰的 对 那我们接下来 要不然再比点别的 要 来由你们自己出题 你们想考他什么 他的记忆力特别好 特别好 那考一个我熟的呗 就是车标吧 好吧 行 你刚才跟他打成了比平手 这次一定要赢他 好不好 哦 接下来呢 我们的屏幕上呢 会有很多车标 他待会会滚动 我喊停就停 然后你们来抢答 我们三个 算输赢 谁先答对三个 就算赢了 好不好 好 准备 开始 停 比萨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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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输了一次啊 好 来 滚动 停 帕诺兹 帕诺兹 你不知道吧 滚动 没有他反应快 滚动 停 别跑 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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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你赢了 请坐 今天呢 这个小孩呢 其实还有更绝的本领 接下来的测试是什么呢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好 我们现在场上有两个道具 每一个道具上面 有一百多个小纸片 这边呢 是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 这边呢 是一百多个国家的国徽 接下来我们分为两道考题 我们请四位老师挑一面国旗 不会 让孩子来辨认 看看他能不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国家的名字 挑个难点的啊 挑个肯定是你自己不知道的 先挑国旗 我有一种到了世界杯的感觉 你这么容易的你挑 那 这个 这个 阿哥廷 棒棒的 肯定是啊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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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挑一个国徽 国徽啊 对 都是两个动物对着嘛 对吧 挑这个好复杂的行不行 挑这个是吧 挑这个好复杂的 加拿大国徽 真的吗 加拿大了 果然是好棒好棒 就太棒了 特别复杂这个 来来来来 真棒 我来我挑一个男的啊 嗯 我挑一个特别容易混淆的啊 嗯 就是三种颜色在一起特别容易混淆 这是哪个国家的国籍 这是哪个 菲拉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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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不飙 快不飙手 所以就穿菲拉利亚 那你有口音对不对啊 好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有口音就算答错了 到底是塞拉利亚 就是塞拉利亚 塞拉利亚 塞拉利亚是吧 来打开看 哈哈哈哈 哇塞拉利亚 叫塞拉利亚 这算你打错了哦 我快不飙手 那雅跟昂那差得远 辣 哈哈哈 来来来来 挑一面 挑一个国徽 啊我挑一个 看起来最像的国徽啊 这个看得清楚吗 中飞 我看得清楚 中飞 中飞啊 这个没错 这个没错 这肯定是中飞 啊 恭喜你又答对了 这大部分我都不认识啊 但是呢 你看这个是白绿红 这个也是白绿红啊 你挑哪个 我挑这个吧 这是哪个国家的国旗 意大利 你确定 我咋咋确定咯 他真是意大利 果然是意大利 恭喜你答对了 来来来来 挑一个国规 这个 这个 马基顿 没有心虚的马基顿 哪里哪里 哪里 马基顿 好吧 你说的话 一次交出 厉害 马基顿 马基顿正确 你太厉害了 自己给自己鼓鼓掌 棒棒的 棒棒的 来有请工作人员 先把道具设了 不错啊 三岁就能记得这么多东西 但是你今天的心愿是什么 要你自己说出来 好不好 等一下说 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心愿是要挑战自己 好 来 回来 回来 他说他今天要挑战自己 前面的题已经够难的了 对吧 那国旗啊 国灰啊 你看得密密麻麻 接下来这个问题 难度更高了 到底到什么难度了 好的 我们来看到大屏幕 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共100个国灰组成的大图 孙正俊 要花三分钟的时间 来记录他们所有的 这个每个国灰的位置 然后呢 待会呢 这个他记录完了之后 会翻过来 然后呢 每一个老板指出一个位置 来问他 这个地 这个位置的国灰 是哪个国家的 好不好 你现在花三分钟时间 把这个所有的国灰的位置记一下 好不好 好 你先记一下啊 我给你记时三分钟 刚才只是考那种横向记忆 我不会答 我不会答 你不会是吧 行 现在你背对着大屏幕 背对着大屏幕 好 来 余树中 你先来出题 你挑一个位置 呃 第四排 第三个 第四排 第三个是哪个国家 第三 第四排的第三个 奥地利 来 是奥地利啊 赵小叶 呃 我挑第三排 第十二个 第三排第十二个 是哪个国家 对了 叶子龙 第六排 第七个 第六排第七个 是哪个国家 顾尼森 又对了 最后一个啊 呃 我挑第二排第九个 最后一个抓住机会 第二排的第九个 是哪个国家 全中 太棒了啊 你是怎么记住这个 你是不是平时在家 最喜欢记这个呀 嗯 最喜欢的 最喜欢记这个啊 我们的问题是一步步升级的 啊 其实后面这个按位置 来 记住 国家和国徽 特别的难 相信刚才你们在挑位置的时候 自己 也试了一把 有没有试对 当时就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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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惊讶 呃 三岁小朋友的 这个精彩表现 而且感觉到 人类大脑的这种 天赋啊 潜能 呃 我的心愿呢 就是希望好好保护好这个孩子 这是上天 赐给我们的特殊的礼物 呃 因为这个我经常跟一些个儿童学家接触哈 就觉得 呃 小孩的这个大脑啊 从小 如果过早的开发 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并不是最有利的啊 所以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可能看完这节目 可能很多家长说 我也让我们家孩子去背多少首诗 认识多少字 其实小孩最最重要的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让他快乐的成长 尤其小时候 一定要保持他的童真 不要给他灌输太多的书本上的东西 所以我倒是觉得啊 呃 合理开发 呃 对孩子呢 手软一点 别开发的太猛了 请别驰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